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人还有单位追讨遭到挪用的伊玛公司的款项 这个总数是高达2亿7千万令吉 有关诉讼涉及的41名的答辩人是包括了几个巫统的区步 不过前首相纳吉不在这个名单 他说虽然这笔款项是从纳吉的银行户口里面被转走 不过这些钱都是属于伊玛发展公司的钱 因此当局要把它追讨回来 这场记者会是拉蒂华在6月1日成为反弹会一解之后 接过领导棒子之后第一场的新闻发布会 那么这一场新闻发布会也是他展现自己能力的重要场合 那么必须要有足够的震撼力能够震惊四方 那么才能够化解各方早前对他产生的各种质疑 那么他选择民众关注的1MDB案件 同时这也是西盟政府重点的案件 那么目前正在审讯的是SRC公司案 同样涉及纳吉和前朝政府的资金被挪用的一个案件 那拉蒂华说反弹会所讨的这个2亿7千万令吉当中 绝大部分已经流入了上诉 就是那几个的巫统区部当中 那总数就是2亿1200万令吉 他就说这是马来西亚史上涉及数额最大的一个充公的诉讼 那有关的资金呢 都是从这个纳吉啊 一个MBank的私人银行账户发出的 那么他说有关款项不仅跟纳吉有关 这其实是来自纳吉的账户 以及在他的这个名下 这些个人和单位基本上呢 是收到款项的第三方 他们从一个账户里面收到钱 是一个来自MBank的账户 那么名单上的政党和政党的这个区部呢 主要都是以巫统为主 在总数2亿7千万的这个款项当中呢 那巫统就占了2亿1200万令吉 如果数一数的话 占了总数的差不多整80%左右 那获得款项的巫统呢 分别就是来自吉兰丹 彭亨 雪兰儿 吉达 柔佛 还有沙巴联委会 以及呢 当然少不了就是纳吉的这个老曹啊 就是北干 那其他获得款项的重党呢 就是有彭亨马华 马华妇女佐 那沙巴团结党 沙巴自民党 还有沙拉越人联党 以及仙山的国阵 这一次呢政府援引阿姆拉 入禀民事诉讼 而不是采取这个刑事提供的做法 因为呢 采取刑事提供的话呢 那么整个过程会很长时间 那么对于反贪会来讲说 他们使用法律所赋予的另外一种的替代方式 来讨回这笔 追讨回这笔钱 所以他们选择了最务实的方法 就是民事诉讼 那么反贪会 他已经向基隆坡高厅入禀了诉讼 同时呢也获得四个不同的审讯日期 日子呢都集中在这两个月 就是六月和七月 那反贪会呢 要充公这个巫统 从伊玛公司呢 取得了两亿一千两百万令奇后呢 巫统啊就马上跳脚说呢 将到法庭抗辩 要捍卫呢 这笔原本就应该属于巫统的资金 那巫统的代主席呢 莫哈莫哈山就指出啊 反贪会呢 去年已经冻结了这个巫统的账户 那如今呢 向法庭申请充公呢 只是按照从事 就是刑事而言 因为呢 反贪会啊 已经冻结巫统的账户 超过三个月了 他认为差不多要一年了 他说反贪会呢 必须要申请就是充公这笔钱 那么今天呢 是拉蒂花上任 反贪会一节之后的第一炮 而且呢 他所选择的1MDB案件呢 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马哈迪办公室 昨天中午在面子书上 就有上载四张照片 就是拉蒂花前往 布城首相办公室 跟顿马会面的照片 那么相信 两人都是在讨论 跟反贪会有关的一些课题 那么相信 一马发展公司的案件呢 是重点讨论的一个案件 那么当天呢 反贪会的公关 就通过他们的WhatsApp群组呢 就通知媒体 拉蒂花将在今天早上十点 召开有关1MDB的记者会 那么我们说回拉蒂花 他是在一篇争议身中上任 那么西蒙内部出现质疑 拉蒂花的这个身影 反弹最大的当然是来自公政党 因为拉蒂花呢 曾经是公政党的领袖 被视为是 亲阿斯敏派系的一员大将 那么拉蒂花被质疑 不是他的这个能力 他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而是首相马哈迪 在委任的程序上 绕过了咨询西蒙成员党领袖 也不曾在内阁讨论 他的委任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政治上就有缺陷 就连土团党主席穆尤丁呢 也形容拉蒂花的委任 在法律上是没有错 政治上就有失错了 不过马哈迪还是展现 他一贯的这个强势 不理外界的批评 坚持他的选择 那么拉蒂花也如常上班打卡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将会继续观察 继续留意 拉蒂花在领导反弹会之下呢 那么他交出什么样的成绩 这样出来